我覺得這就像打一場球賽 那個下半場進場的人 除了要把下半場打成不要輸以外 還要設法把上半場一些不圓滿失分 盡量彌補回來 才能讓整個球賽能夠有得勝的希望 給朱古主席製造一些困擾 因為我答應他出來接受徵召的時間 相當的晚 我在上個禮拜六貼了一篇臉書貼文 跟桃園的鄉親 甚至全國關心我的朋友 關心桃園朋友道歉 有人問我說你為什麼要道歉 因為前面的作業我並沒有涉入 我覺得不是這樣講 我覺得這就像打一場球賽 那個下半場進場的人 除了要把下半場打成不要輸以外 還要設法把上半場一些不圓滿失分 盡量彌補回來 才能讓整個球賽能夠有得勝的希望 那麼我的確也是給朱古主席製造一些困擾 因為我答應他出來接受徵召的時間 相當的晚 就在上禮拜 中場會徵召前沒幾天我才答應 我為什麼會考慮到那麼晚才決定 是因為知道說如果一旦答應下去 選舉過程的挑戰 還有如果順利當選的四年八年 將來的日子都非常的辛苦 每天從早到晚要替桃園的鄉親打拼 非常的辛苦 另外一方面我又想到我跟桃園的感情 我想上次已經跟大家報告過 我在桃園曾經工作了十二年 雖然那是以前的事 但是我跟桃園的感情 從此結下不解之緣 我對桃園到現在還有一份非常深的感情 這兩個因素權衡之下讓我想了很久 最後我決定沒有關係 我就是要為桃園打拼 因為上次也跟大家報告 改變台灣從改變桃園開始 這幾天我都在桃園 有一些偏綠的朋友 都還直接跟我說 你提了張善政 我已經決定我跟我全家都要投給張善政 包括綠營的前議員都跟我這樣說 所以對的人選 對的人選 讓桃園覺得有餘武警的張善政 絕對是正確的選擇 而過程當中 做不好的 不夠圓滿的 不夠禮貌的 朱立倫 該支欠 黃建廷 該支欠 我們一定 繼續的 一一的跟大家來溝通 但是最重要 我們提了一個最好的張善政 這是為桃園好 國民黨會贏 桃園贏 台灣贏 我們要不要記得 我們到這裡 我們到這間 台灣財務 台灣財務 海財務 飛機 台東 海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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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華財務 華財務 進